复理乡长补选6月18号倒数一天 四位候选人忙着扫街拜票 刘文祥与太太女儿一家人走到菜市场向居民拜票 而彭林芬则是与同学们从东竹开始 挨家挨户拜票 把握最后的倒数 以步行扫街的方式和选民互动 复理乡长补选6月18号倒数一天 四位的候选人忙着扫街拜票 刘文祥与太太女儿一家人走到菜市场向居民拜票 今天最主要是跑石牌跟妇女 这两村算说比较大村一点 要让人家记忆深刻的话 就在最后的一两天 好好的把这行程走完 跟老婆还有妹妹还有女儿 还有女婿在车上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在车上 因为他们开车 要服务的话我们就不要怕累 这是我们对相亲的一个责任 家人也都高喊着支持刘文祥是对的选择 刘文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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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号 另外一位候选人彭林芬 则是与同学们在东竹开始挨家挨户的来备票 其中也唱着自己同学自创的复礼之歌 那我们现在后面的同学都是我的同学家人 他们全部都一路来帮忙 我们爱复礼他们就只为了爱复礼 让复礼干净 然后我们也对是精心贤疾 我们为我们的土地保持更漂亮更完美的 更自然的 让人家都能够长期居留居住的好地方 华丁县选委会15号公告复礼箱第19届乡长补选 选举人数为8,434人 18号投开票 复礼箱长补选总共有彭林芬 刘文祥 江东城 苏孝信 共4名候选人 4位的候选人都把握最后的倒数 以步行扫揭方式和选民互动 用选票来改变复礼 记者高双双复礼箱采访报道 请按紫职呎 שהוא阪园 如果帮忙得更强